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每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区块链的信息 那好 今天要去给大家说一下关于PiNetwork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到628了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 比如说314或者628的话 官方都会有一些重磅的消息出来 那么这次的一个重磅消息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呢 会不会公开性的组网呢 那么临近的628呢 其实项目方也没有公开任何的关于PiNetwork的一些最新消息 那么在网上倒是疯传了非常多关于PiNetwork 尼古拉斯的消息和范城雕博士的一些消息 那么有的呢 就说范城雕博士已经通过KYC了 并且的话 他也是等了三年才通过KYC 其实关于这一条消息呢 我认为他是假的 因为尼古拉斯博士的官方推特呢 他不是长那个样子的 那至于我们疯传了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说的啊 尼古拉斯博士所发的推特呢 我们也不知道 那么感兴趣呢 可以去查一下 那好 再说一下关于PiNetwork 如果说到628之后 他不上公开性的组网 那么我们这些的派友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首先第一就是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罢工去点闪电 那么来表示他的不满和抗议 那么这部分的派友呢 我相信会占比较大的一个比例 因为在前一期的时候 我在做一个统计的时候 有的派友一直说 他已经点了三年的时间 但是三年迟迟未有看到结果 那么包括他的KYC没有过 那么他等到他觉得有点失望了 就是每次的出了换壁纸 那么就没有再有其他的更多的动作 那么这来是关于很多派友的一个心情 那好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关于派友的拥护者呢 他觉得不上公开性的组网 那是好事 因为不上公开性的组网的话 就证明他的这个一切呢 还在项目方的手里 那么关于点闪电的话 他还可以多点一点 那么多挖一点派 那么他们认为了项目方的一切做法 他们都保持支持 让自己呢 在未来的时候获取更多的派 成为一个有钱人 那好 关于这部分派友呢 其实倒没有太多的去说的 那么你们自行的继续去点闪电就可以了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PiNetwork 我在以前的推算中呢 我就说过了PiNetwork肯定在很大程度上那边是作为一个永续挖矿来做的 而不会说因为上了公开性组网之后 他就停止点闪电 让我们不能去挖矿 相信这一点呢 项目方应该是会做到永续挖矿的 而作为一个永续挖矿的话 他肯定会在随着时间的不断的推移 做出不同的减产 那么这个减产的数量呢 它是和我们参与的活跃人数有关的 那么所以这次628之后 我们虽然说参与的人数的总数量是没有变 但是有可能会迎来一大批的霸点潮 那么霸点潮呢 就是停止对PiNetwork持续点闪电的这个潮流会袭来 那这时候呢 这个PiNetwork的挖矿的速率呢 并不一定会说降太多 那么都知道PiNetwork的它整个背后的一个挖矿机制和它的那个速度呢 它是以在线人数来去算的 那么如果说这些没有挖矿的人 那么少点的话 那其他再挖矿的人呢 它的速率就反而会提升 那这是一方面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些挖派的有些资深派友呢 就是说大家其实还是要让自己更加清醒一点 就是不要老是在认为PiNetwork会成功 PiNetwork会成功 成功之后 我可能会成为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或者一万富翁 那这个呢 不是说你没有这个可能成为富翁 只是说有这个成功的可能性 但是不会说是那么快 或者说那么猛 至于PiNetwork现在目前的话 全球是3500万的用户 他拿出650亿的来给大家分 那么350亿作为一个后备的储蓄 或者说他后备的一些用途来讲的话 那我们按照现在的比例算下 每个人拿到了Pi的数量呢 大概是在2000枚 而后面在2020年之后所参与的Pi有呢 那很多的数量呢 都不会说太多 当然有另当别论的 有的推广的数量比较多的 也有的呢 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的 那么他们的Pi的数量呢 肯定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 成为一个全民报复 挖Pi就可以成功 挖Pi就可以很有钱的这种思想呢 要稍微改变一点 挖Pi 就是Pi Network的这个项目中 会不会成功 我抛出我的观点 我觉得他会成功 上了足望之后 他就会成功 这是我的一个一致的认为 包括到现在目前为止 也是这样的 那么第二就是Pi Network会不会让所有的人成为富翁报复 就你参与了就可以有钱 那就可以过上一个上流的生活 那么这一点我保持否定的 因为我不认为所有挖Pi的人都可以成为富翁 那么第三呢 就是Pi Network不会造就富翁吗 这当然也不是 在Pi的整个的项目的发展中 肯定会带起一部分人成为有钱人 而成为有钱人成为富翁的这部分呢 毕竟是少数二八定律永远都存在 这个话呢 我是在早在很早之前 去年的时候 我就说过二八定律永远都存在 那么存在的这可能性呢 就是那些拥有并量高的 能够拿住的 或者说 从中已经在产生利益的人呢 他们是通过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振了钱的 而并不是说我们一味的去挖派 挖派 每天点闪电 我们抱怨 我们又不点闪电 这部分派有 如果说只动手 少动脑的这部分派有呢 相当于就是说他成为 比较有钱的可能性会比较少一点 这是我的一个认为啊 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的 运气好的 或者说他本来Pi Network就和他刚好八字相比 就让他成为富翁了 那这当然是另当别论 只是说从大概率的范围来讲的话Pi Network不会让每个矿工都成为富翁 那么只会让一少部分人成为富翁啊 并且的话 我们参与的大多数的人呢 最终呢 是为Pi去做贡献的 我们在这个派的整个生态中呢 去打造的是一个生态的闭环中 让部分的人呢 会富起来 而其他大多数呢 就是比 现实生活中不挖派的人啊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 这是我的一个认为啊 当然这里也肯定有非常多派 有可能会反驳啊 就是Pi Network的愿景呢 是打造一个全球最公平性的项目 点对点的一个区块链的项目 来为所有的穷人去革命翻身的 其实这个东西啊 说的太大了 不一定的啊 这个东西真的不一定Pi Network项目作为他 一个项目团队来讲 他没有一个自己的军事实力 没有一个自己的 政治团体啊 当然这东西不是我们在谈论的范围以内 这个谈的比较大了 比较空洞了 作为一个新的技术 不管你说是区块链详业里面的比特币以太坊等等的 你纵观全球的所有的加密数字货币里面 没有一款可以逃过大的团体对他的施压 那么你说国家也好 或者其他也好 那么对于对众来源于我们草根游民 什么游民呢 可能就说你是一个富翁也好 你是一个穷人也好 我们呢 只是在这个他建立的体系中进行游荡而已 所以Pi Network会不会让所有的人成为有钱人呢 这是不会的 那只会让一部分人成为有钱人 那还有呢 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了啊 我欧美人挖派的人比较少啊 国内挖派的人会比较多 那这个问题呢 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查询 已经看了关于欧美其他国家的博主 他们对于Pi Network的一个认为和他们的一个看法 他们普遍的认为Pi Network可能在数年之后才能达到一美元 因为他们挖派的目的 首先认为他不值钱 这是他们挖派少的原因 第二一个呢 就是他们认为 这点点钱对于我来讲 我根本扛不上 我难得去搭理这点钱去耽误我的时间 而且呢 在欧美的一个情况下 尼古拉斯并不是被封神的 他们觉得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没什么好大不了的 而是你要说你做出什么样革命性的东西 或者颠覆性的东西呢 那不好意思 他们不吃这一套啊 觉得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可能性 所以说导致了欧美的参与的人比较少 所以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在网上去自己去搜寻一下 关于Pi Network在欧美的一些情况 那么当然也不是一杆子打死 也有非常多欧美的派员呢 他们也是认真的去做了 节点 以及认真的去关于Pi去赋能的 也有反驳这些观点的 那么当然有的人呢 认为呢 就是Pi Network 他不会说是以 上主网为先决条件 而他的可能性就是在一个内部的闭环中 积极去持续的运行 那么有可能628之后的一个状况呢 会延续内部性的主网 但是内部性的主网之后呢 可能会 公开一部分的东西给大家用 比如说一些生态 或者说内转啊 或者说是钱包的一些 通过了之后的 这些可以转移这方面的东西呢 相对就是说 在628之后 可能会看到这方面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这些呢 我也并不是项目方去 公开所说的 也不是纪光达斯所说的 他们呢 其实比较保守 往外透露了一些信息呢 几乎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除了猜测以外呢 持续的应该是一个等待 那好 今天的话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那么以上的分析和以上的观点 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的分析 那么不代表任何项目方的意图 如果说你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 或者不同的意见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拜拜